自2009年动画片《喜羊羊灰太狼》登上大荧幕之后,连续四年来的票房持续增长,也让《喜羊羊灰太狼》成为唯一坚守新春档的系列电影。 4月10日,卡库先生影业公司和《远创动力》北京卡库传媒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,宣布深受小朋友喜爱的《喜羊羊灰太狼》系列电影将再度升级,推出《真人》系列大电影,而此次的《喜羊羊灰太狼》真人大电影将采取全新的模式,主角也从《喜羊羊》变成了人际配角灰太狼。 现实与动画的结合,贴近当下话题和搞笑风格,也将最大限度地吸引了成年观众的目光。 发布会上,还公布了《真人》大电影的名字为《我爱灰太狼》。至于真人版《灰太狼》由谁出演,出品方却未给出确定的答案。 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,片方才透露被赞形象与灰太狼相合的王宝强是候选人之一。 酷溜娱乐北京报道。